你们帮我拉哪去啊 小飞 大美 你们干嘛呀 又要帮哪呀 就是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小飞 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 我告诉你啊 你以后就在这里待着 这个家你肯定是不能再回来 对 你就在这里待着吧 你说你 那么大年龄啊 干啥啥不行 除了吃都是睡 我们养了你干嘛 就是 你说你年龄都那么大了 你要活着干什么呀 你要活着就是拖累我和我姐 你知道吗你 你们两个怎么能这样呢 我从小把你们养活大 我容易吗 这我老了 你们怎么能这样对我呢 你们把我砍出来 我能去哪呀 你哭哭啼啼干什么 我告诉你 你想去哪去哪 反正以后那个家 你不能再回来 少在我们两个面前碍眼 就是 这该给你拿的东西都给你收拾了 挪 还有剪瓶子这个袋子 我听说啊 大城市里 人家喝的那饮料瓶都不要 到处扔的都是 你可以剪瓶子呀 剪瓶子 你不就有钱了吗 就是啊 你这去大城市啊 剪个瓶子 还能换两磨去 你这反正饿不死 这以前 妈能干活的时候 能帮你们做饭洗衣的时候 你们怎么不赶我走啊 现在妈不能动了 你要赶我出来 你们的心 良心不动吗 那是 那时候啊 你还能帮忙我们 所以啊 我们要你有用 现在你呢 就像个废人一样的 一点用都没有 我们留你干嘛 就是 我姐说的对 姐 别跟她说那么多 咱们回家 就是 妹 下来我拉你 来 你们 你们真的在八成这种饭吗 你这也挺重的 好好在这待着 少天爷 我这是什么孩子呀 我 你这人错人了吧 我怎么能是你妈呢 我不是 我就是个假垃圾的 是啊 这我妈的已经去世几年了 可是 你给我妈 怎么长得一模一样啊 什么 我给你妈长得一模一样 妈 走 咱们赶紧去医院 儿子呀 还是不去了吧 这妈呀 妈的心里妈知道 我在这个世上的时间也不多了 妈 你别这么说 儿子 在我做事之前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妈 什么事 其实 这妈 一直有个心愿 想找到 我的 双胞胎妹妹 可是 我到现在都没见到她 也不知道她过得怎么样了 什么 妈 你还有个 你还有个双胞胎妹妹啊 我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呀 我为什么不告诉你 只是 我没有连提呀 我这个妹妹 是我 是我的粗心大意 是我的贪玩 才把我妹妹弄丢的 所以 这些年 我都在自责中度过呀 孩子 你能不能满足妈的愿望啊 能把我的双胞胎妹妹给找着 我死也瞑目了 妈 行 我帮你找姨 这个事 以后我会帮你的 咱们现在 赶紧去约要紧 走走走 小伙子 小伙子 你在想什么呢 阿姨 你能不能给我 去我家一趟 我有重要的事要跟你说 去你家 这 这不好吧 有什么不好的呀 阿姨 我家又在前面 你就跟我去一趟吧 我求求你了 那 那你要不嫌我走 那行 那走 阿姨 你先在这坐一会儿啊 我进屋给你拿东西 好好 阿姨 您看 这个人你见什么 这 这 这怎么跟我长得一样啊 阿姨 我问你 您是不是 有一个双胞胎姐姐呀 是啊 我有一个双胞胎姐姐 可是 在我们小的时候 我们就走丢了 她 莫非 她就是 是啊阿姨 她 就是你的双胞胎姐姐 也是我妈 原来 你就真是我姨啊 姨 我可把你找到了 什么 你就是我姐姐的儿子 那 那你就是我大外甥了 那我姐呢 姨 我妈已经去世了 她临生的心愿 就是让我找到你 现在 我终于找到你了 她在天上 也可以安心了 什么 我姐姐她去世了呀 是 爷 是啊 对了爷 你怎么 现在 成这样了呀 你怎么 在讲了解 别提了 我之所以变成这样 就是 因为我有两个不孝顺的女儿呀 你干嘛呀 又要放哪呀 就是 你又这是干什么呀 大奶 小飞 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 我告诉你啊 你以后 就在这里待着 那家 你肯定是不能再回来 对 你就在这里待着吧 你说你 那么大年龄啊 干啥啥不行 除了吃都是睡 我们养着你干嘛 什么 真没想到 你的两个女儿 怎么这么不孝顺呀 不过姨 你放心 他们不养你啊 我养你 以后啊 你又住在我们家 我管你吃 管你喝 管你住 好好 我姐呀 她真有福气 生出你这么孝顺的孩子 行了爷 你该饿了吧 走 我给你做饭吃 去 好好 来 小妹 我找人打听过了 咱妈 就在这一片 你说说 咱们家里那拆签 多好的事情 这非要 妈那个死老太后子 签名才可以签 气死了 那人就是死脑筋 都跟他们说了 我们签也是一样的 我偏不听 是不苦是呢 这还得大老远的 不过来找妈 行了行了 找到 骗她把字签上就行了 走走 所以 我带你啊 初次去买这衣服去 妈 你真在这 妈 我跟我妹妹找了你好久了 找我干嘛呀 你们是谁呀 我不认识你们 妈 你说什么呢 妈告诉你个好消息 咱们家老家的房子 拆签了 我说呢 你们两个那么献殷勤 原来 是我老家的房子要拆签了 你才来找我这个妈呀 妈 你别这么说 这拆签可是好事 这能赔不少钱呢 不过这拆签得你签字才行 对对妈 你要实在不想签的话 一个手印也可以 只要有你的手印 咱们那个房子就拆定了 马上这钱就给我们了 你想的可够美的呀 啊 是不是我爸爸字一签 手印一案 这钱呀 都是你们的了 是不是 你们别做梦了 这钱呀 我不会给你们一分的 我就是扔了 我给我外甥 我也不会给你们 爷 这两个人就是你的闺女呀 果然像你们说的那样 他们两个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说谁呢 你算老几呀 有你什么事啊 就是 你这人会不会说话呀 爷 不用搭理他们 这种人啊 不配跟我们说话 咱们走 哎 你这 你 哎 小妹 签字还没拿签字呢 哎呀 妈 妈 妈